一心想把中美贸易逆叉倒转却不将反升。让特朗普情何以堪?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1.特朗普估计有点烦。辛辛苦苦很多天,逆叉还不如没发动贸易战前。 因为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,6月份美国贸易逆叉,达到了463亿美元,比上个月距增了7.3%,四个月以来首次扩大,而且,这个逆叉数据,也是19个月来最大的数据。 也就是说,现在的美国贸易逆叉,比特朗普上台时还要高,而且达到了最高。 要知道,特朗普对贸易逆叉最深恶痛绝,总认为美国吃了大亏,于是发动了关税贸易战,但我哪知道,关税似乎根本没起作用,美国贸易逆叉越来越大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这不是老天爷在跟特朗普开一个大玩笑吗?你让特朗普情何以堪呀? 要知道,特朗普的一个口头禅就是,贸易战很简单,我们肯定赢。 但数据却真很打脸,6月份几个特朗普最敏感的数据吧?根据美国商务部。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叉,增长了0.9%。 美国与墨西哥贸易逆叉,增长了10.5%。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逆叉,更是暴增了39.7%。 中美贸易基本没什么变化,但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出口再大幅增加。 估计特朗普要气炸了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2. 这届美国人民,看来真是不行。 还是从数据看。 6月份美国总出口,下降了0.7%,为2138亿美元。 6月份美国总进口,增长了0.6%,为2602亿美元。 出口是下降的,进口是上升的。 6. 要知道,6月份刚率贸易战已经打响,中美贸易战即将开始,赶在关税加征钱,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出口暴增。 6. 但美国人还是太想买了。 6. 虽然特朗普一再号召美国第一,买美国货,但美国人竟然没有响应,还是在全世界买买买,以至于出现打脸特朗普的事情。 7.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8. 特朗普可能想不明白,但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,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大概几点吧? 8. 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。 8. 很多产品美国不生产,只能靠进口,很多产品不从中国买,也是从其他国家买,你总不能让美国人不买吧。 8. 这是消费习惯的问题。 8. 美国人就是不爱储蓄,就是爱消费,经济不错,消费更大手大脚,自然进口就大增,你总不能美国人钱挣多了,还一定要号召大家勒紧裤腰带吧。 8. 这是美元升值的结果。 8. 美元升值,美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。 8. 这也是很自然的,你总不能什么便宜都站住,美元既要强势,其他国家还傻不愣登的抢购昂贵的美国商品。 8. 也就是说,美国逆差是结构性的,这不是贸易战能够解决的。 8. 除非美国能生产所有消费品,除非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爱存钱,除非美元比里拉,卢布还要疲软。 8.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8. 尽管贸易战打得这么狠,但更让特朗普大跌眼镜的是,接下来半年,这种结构性逆差还将持续,甚至还可能要扩大。 8. 因为一些因素也明摆住。 8. 因为贸易战,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了,那接下来几个月,这一块的出口会出现大幅下降。 8. 因为贸易战,中国商品卖不到美国了,那美国人只能购买性价比差的其他国家商品,那意味着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,美国人花费的要更多了。 9. 三. 还是因为贸易战,美国商品也被加征关税,美国出口也会下降,那美国逆差更会加大。 9. 本来,中国还保证尽可能多进口美国商品,现在一切都黄了。 9.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9.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9. 所以,结论只有一个,用一位叫Laurie Alec的经济分析师的话说,特朗普承诺,他的贸易政策将减少赤字,但结果是,他不可能兑现承诺。 9. 因为这就是规律,这不是特朗普拍脑袋想解决就解决的。 9. 哪怕短时间能够缩小一点,但不改变整个结构,不可能有大的变化。 9. 有时,反弹还更加强烈。 9. 但特朗普不管,与美国媒体斗,其乐无穷,与中国斗,其乐无穷,与全世界斗,其乐还无穷。 9. 但特朗普阿特朗普,与市场经济规律斗,那是要栽大跟头的。 9. 这种深刻教训,正是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根源。 9. 在这个世界,该吸取的,应该也不仅仅只有一个特朗普。 9. 感触下门一言。 9. 只是与市场经济口 10点文 evaluations 感谢观看